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联储局好像持续加息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必然了 但是市场还是担心过快和过猛的加息会扰乱金融市场 我们看到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再度狂飙 自2008年7月以来是首次涨穿了4015%的一个水平 也是令到风险资产是风声鹤唳 那么您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立场和美国乃至于全球经济的动荡 又是如何来看待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呢 现在来说除了应该说三个月到三十年期的这个美国国债 都已经彻底升穿了4%的这个关口 而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呢似乎这个势头并没有扭转的迹象 因为看到美联储它不同的官员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 主要呢还是看通胀 如果从通胀来说呢 美国通胀经历过6月7月9月都加0.75% 非常大幅度的加息 合计起来一共加了2.25%的这个幅度的话呢 似乎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回调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这个那么短时间就加2.25% 是不是很急是不是很大呢 这确实是的 但通胀如果都没有回落的话呢 我自己就比较担心 接下来这一系列的一个言论还有数据呢 都会走向一个有机会更加激进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当然不少的一些分析评论 甚至呢有一些著名人物 比如说Elon Musk 他也会觉得美联储可能拿着这些数据 都是比较滞后过时的 通胀其实已经就是被压下来了 或者说有望就是趋缓这个迹象 不过呢大家去设想一下 美联储它本身并没有时光机 如果从这个就是表面上的猜测 就是说这个通胀已经可以空下来 一旦它现在手软的话呢 当然如果通胀真的回落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事情 但如果通胀没有回落 到时候很可能更加难控制 对于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经济造成的影响呢 可能会更大 所以呢我自己去看 尤其是呢在这个外围的通胀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 比如说最近英国 几月份的CPI同比增长了10.1% 而且呢环比还是继续上升 然后加拿大的这个通胀数据呢 其实也不乐观 所以我自己看呢 其实现在这个加息有可能随时呢 会再进一步加快 不过呢我自己看 从对于经济的影响呢 对美国来说 不一定是坏事 也肯定不是是最坏 因为反观呢 他们啊 其实这一两个月呢 美联储的官员 他们的言论都是非常清晰 非常一致的鹰派 让市场可以呢 非常好的 看得到他们的这个方向和思路 也是呢 我自己看呢 他们也是非常能够意识到 这个通胀的问题 那所以呢 透明度以及市场的信任呢 是加分的 反观呢 这个欧洲以及新兴市场 他们都没有像美联储 那么坚定和明确 加上呢 其实他们都有自身的问题 其实环比最近也是警告过 就是因为这个信贷成本的上升 增长的走弱的话呢 会让新兴市场的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增加 最不难预见的 那接下来 这个欧洲以及新兴市场呢 很可能是环球经济动荡的一个潜在风险来的 嗯 那我们再看到另一方面啊 就是接着您刚才的分析吧 就是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 之所以被称为了全球资产定价之锚 那么因为它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科技股呢 对于利率是最为敏感 近日是首当其冲 大幅波动 而自八月以来 港股也受到明显的一些压制 您觉得未来这个美债的收益率 会不会持续扮演股市的一个压力来源 另一方面呢 买反向投资产品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嗯 其实美债的这个债息上升却绝对是对于科技股有比较大的打击 或者这样说吧 就是这个利率水平的上升 对于科技类股份的估值影响是很大 对于他们的资金成本影响也是很大 加上呢就是港股啊也是属于新兴市场 新市场的特性呢就是来得快去的快波动也比较大 也对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呢相对比较敏感 因为资金就是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市场情况之下呢 资金的来去其实呢很多时候都是来源于美联储 他的这个货币政策到底是紧缩还是呢放松 更何况呢这一次其实不光是美联储 欧洲央行以及全球央行呢 其实都是基本上同步 只是大家的这个步伐和力度稍微有点不一样 方向基本是一致 所以呢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自己看呢 这个利率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直到通胀明显 就是可以受控之前呢 其实对于港股或者说就是科技股的这些冲击 甚至呢是一些中盖的大型科技股的这个冲击 或者说波动性呢 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还是比较小心一下 至于做反向操作的话呢 我认为是可以的 不过呢要留意一下工具本身的这个条款和性质 因为反向来说 有期货有一些涡轮流通症 还有一些ETF 他们自己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特性 比如说期货它的波动性比较大 会有这个强制平仓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一些认股证 它可能不就是如果长期持有的话呢 这个时间值的损耗比较大 一些反向的ETF呢 它可能会有杠杆 另外呢就是它的计价哈 很多都是以每天的一个变幅 就是就是这个资产波动 引申出来的一个杠杆 那这些呢 投资者本身都是需要留意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哈 我们都在讨论这个利率 其实呢在更加好的做法 如果对利率有看法的话呢 其实可以考虑 本身利率直接的产品 比如说美债本身 或者说呢 美债衍生出来的一些期货 或者说是ETF 可能呢会更加直接实现到 投资者的一些 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和观望的 也是说可以考虑啊 不用取先救国 可以单刀直入啊 好的 非常感谢周 这一时段与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